God殺人 太刺乏了吧 出文書 有沒有 P模式 我们的侧边呢,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侧边是用 我们侧边是用 我们侧边接口 哇塞这这么小 哇塞这很厉害 我们在这么小的机身上面还有一个麦克风接口 下面还有一个耳机监听口 硬塞进去还是蛮厉害的 那我们也有HDMI记忆卡 一个卡槽而已 那上面还有一个USB Type-C的充电孔 因为没有附充电器 你只能接USB Type-C来充电 那算方便 也算是没有充电器 那你就要另外购买 就看使用需求啦 OK我们把电池把手装上来 哇塞 我们把电池把手装上来 我这样超级无敌 巨无霸的手也是可以抓着 好好的就是把手变大的概念 那下面换电池的部分呢 我们来试试看 把它打开 它就是把它跳起来 然后你再去打开你的电池舱门 就是变两步骤的换电池方式 但是这个机关 哇塞 真材实料耶 真的很扎实的感觉 但是我是不知道 但是我是不知道 为什么你买一台小相机 然后你还要再让它变大的概念 到底谁会这样子做呢 嗯应该不是我 所以我先来就把它拆掉 我们尽量就把它 用原始最小的尺寸来 是体验这台相机啦 就干嘛把一台小相机变大 那你不如直接买一台大相机 就好啦 而且大相机还可以获得更多东西 我也不知道 这到底逻辑是什么 可能就有人喜欢大大的手把 轻轻的相机吧 我也不知道